嘿嘿嘿 又到了咱們 Monday不會Blues的 這個T攤觀測站的羅賓車談 我是Robin Hello 大家好 我是Kiki 哇 上個週末呢 我們真的是賽事 真的是非常的多 而且非常的精彩 不過呢 我們首先先來看一下呢 Formula1來到西班牙的 Catalunya的精彩畫面 在昨天的西班牙大賽中 Maxwell Stepan從甘位起跑 一開始就抵擋住了 主場車手法拉利的 Color Science的攻擊 在沒有太大的壓力之下 拿下了今年賽季的第五勝 這也是他連續的 第三個分戰冠軍 對他來說的話呢 Secret de Cataluña 是他的幸運賽道 2016年 他的首個F1分戰冠軍 就是在此拿下的 而這一次終於看到了 AMG的兩位車手 都站上了頒獎台 Red Bull的Perez呢 他則是拿下第四 不過他可是從P11 第11位起跑的 所以算是相當的厲害了 經典賽季七戰之後呢 Max在積分上比自己的隊友 領先了53分 我認為這次是一件事的 非常有趣 駕駛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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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繼續推動 帶我們一點點近 駛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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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Max Verstappen 以一小時27分 57.940 拿下這一戰的分戰冠軍 而我們終於看到 兩輛Mercedes AMG 站上頒獎台 Louis Hamilton拿下第二 而George Russell拿下第三 Max Verstappen在西班牙 仍然能夠拿下這一戰的最速圈 車手積分方面 目前Max Verstappen 以170分排在第一 而隊友Sergio Perez 117分排在第二 Alonzo仍然還是能夠以99分 守住他第三的位置 車隊積分方面 Red Bull Racing 287分 目前排在第一 而Mercedes AMG 終於超過了Aston Martin 152分排在第二 Aston Martin 134分排在第三 下一戰的FORMULA 1 即將來到加拿大的Montreal 這是在6月16日到18日的賽事 Kiki 這一戰的話我們確實是看到 這個WE4的好像是脫胎換孔 我們上次記得我們就談到 你有說這個他們的這個炮裝艦升級版的 在回到歐洲的時候就會出來了 不過因為Monaco因為這個天氣的關係這些變數太大了 可是來到卡特隆亞這個高速的賽道果然就發揮了作用了 對其實呢賽事來到第七戰了 很多人都一直等著這個Mercedes AMG 一直覺得說為什麼他們到了這個Monaco呢 其實他們的成績都還是沒辦法追進這個Red Bull Racing 甚至於遇到了Ferrari的時候呢 也沒辦法去跟他們競爭 不過呢仍然看到了呢WE4套件裝上來之後呢 我們看到他們的時間跟這個動力方面呢 還有空力方面真的是已經進步了很多 那當然呢這次呢看到兩輛AMG能夠站上頒獎台呢 真的是看到呢他們在研發方面呢 其實是確實還是有花了很多這個精力 在這個升級套件上面 對啊 因為有被刺激到嘛 對 每次被人家這樣嘴一下 當然要發奮圖強 不過其實本來就是這個樣子 一輛車呢在這個賽季剛開始那幾戰的話呢 其實大家都還是在試水溫 也就是為什麼呢幾乎是 每一年的賽季都是這樣子 在海外作戰 然後先是稍微的warm-up之後 其實回到歐洲的話呢主戰場的話呢 他們是比較有機會啊 那真正因為一方面在整個的後勤補給上面啊 研發上面啊這樣子啊 都會比較方便一點 不過這一次我覺得呢看的還蠻過癮的是呢 除了你可以看到這個AMG他們呢 開始發揮了應該有的這個速度之後的話 我覺得呢這一次啊我還是很高興看到頭哥Alonso 雖然這一次沒有頒獎台可是 誒 他的第七名仍然是啊在這個積分上面不如小補啊 對 這一次你看Aston Martin呢他們的兩輛車 雖然這個也都完賽 而且兩輛車呢都是在這個伯仲之間啊 是六跟七嘛 但是呢仍然可以看到啊這個醒過來了以後的AMG的話呢 他們的動力系統方面啊 之前我常會虧他們說這個二軍這個把這個一軍扒著完 不過看樣子的話在未來的這些賽事恐怕呢 Aston Martin呢就是會比較辛苦一點啦 那是不是這樣子呢 反正下一場回到那個Lance Stroll他的主場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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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看完了FORMULA 1呢 當然現在來看一下呢電動版的FORMULA吧 我們來看一下FORMULA 1在印尼JAKARTA的賽事 世界電動防程式錦標賽第十跟十一回合的賽事 來到了印尼的JAKARTA EPRES 週六第十回合的賽事 從第三起跑的PASCAL WEIRLINE 在灼熱的印尼氣候中 賽事精彩的最後一圈 把領先的位置從剛位起跑的MAX GUNTHER手中搶下 拿下第十回合的分戰冠軍 而從第二位起跑的JAK DENIS The Avalanche Andretti賽車 似乎動力無法接近WEIRLINE的PORCE廠車99X ELECTRIC 最終只能以第二名作收 而週六賽事的JUILIAS BEIER PORCE POSITION 項位獎的得主MAX GUNTHER 最終慢了PASCAL WEIRLINE 1.4秒拿下第三 第十回合後 車手積分榜領先的NICK CASSIDY 雖然拿下第七 不過他仍然能夠保持領先的位置 周日第十一回合 MAX GUNTHER再度的拿下JUILIAS BEIER PORCE POSITION 而這一次能夠從剛位起跑PORCE to WIN 拿下這場的分戰冠軍 這場賽事狀況非常的多 其中在第十九圈 居然看到兩位在增年度冠軍的NICK CASSIDY 以及Pascal Verlaine插碰的畫面 Cassidy的BE碰到在前方Verlaine的左後輪 反而對手Verlaine影響不大 以第六名玩賽 而年度積分領先的Cassidy得近戰 最終只能最後一名第18位玩賽 從車手積分榜第一的位置掉到第三 Avalanche Undredi的Jake Dennis拿下第二 也獲得TAG-2 Fastest Lap的多一分積分 Jaguar TCS Racing的Mitch Evans拿下第三 Formula E Jakarta第十回合的賽事 Pascal Verlaine以42分21.995秒 拿下這一場的分戰冠軍 而Jake Dennis拿下第二 從單位起跑的Maximilian Gunther排在第三 不過因為Maximilian Gunther拿下了 Ulias Bayer的這個單位Pole Position獎 他能夠多拿下三分的積分 所以跟Jake Dennis兩個人都是以18分作手 第十一回合的賽事Maximilian Gunther 再度的拿下Julius Bayer的Pole Position獎 以28分作手拿下這一場的分戰冠軍 而Jake Dennis拿下第二 Mitch Evans拿下第三 車手積分方面 Pascal Verlaine從Nick Cassidy手中搶下了第一的位置 他目前跟Jake Dennis只有1分之差 134分排在第一 而Jake Dennis 133分排在第二 Nick Cassidy 128分排在第三 車隊積分方面 Porsche Formula E Team212分排在第一 Envision Racing 190分排在第二 而Jagua TCS Racing 171分排在第三 下一站的Formula E即將在6月24到25號 來到美國的Portland 好 咱們看完了兩種不同的方程式賽車之後的話 那接下來是兩輪的WSPK這個Superbike的比賽啊 來到了Misano 上週末在義大利Misano賽道上 做舉行WSPK世界超級機車大賽 週六看到Baltista又是以壓倒性的姿態 拿下了今年13場比賽中的第12勝 第一場賽事呢 減少到20圈了 看到Baltista比自己的隊友Rinaudy快了1秒 拿下了第一 這位衛冕的冠軍從第一圈開始就領先 跟土耳其的Tobrak搶頒獎台的位置 Baltista的這一勝讓他在今年的車手積分 已經有261分了 比位居第二的Rascott Lioglu 領先了有78分之多 OK 看完了今天的這個比賽呢 那真的是啊 永遠是覺得時間好短喔 不過呢安啦 不要走開 因為怎麼樣呢 廣告過後還有更多精彩的 起彈觀測站